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在生命前的一个月里大起大落 悲喜交加 欣慰与委屈并存 如果说是病毒夺去了他的性命 那么让他在离世前还大起大落不得安心养病的 便是那些不敢正视疫情的领导干部 不懂得事态严重的有关部门 前一刻还在因为传谣造谣被公安机关被迫签下训诫书 后一刻便被官媒奉为肺炎疫情的吹哨人 我相信如果没有当前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民生舆论的监管 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滑稽的反差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监管 我们是不是显得更加的可悲呢 同理文亮一同被批为传谣造谣疫情的还有另外八人 可笑而又震惊的是 这八人竟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权威医院的在职医生 而不是我们认知中藏在电脑后边唯恐天下不乱的键盘下 为什么央视在报道这次消息的时候 不敢公开这八人的身份 为什么不敢把他们造谣生谣的微信截图已示众人 我想答案显而易见 现在疫情到了无法瞒天过海的地步 官媒纷纷又将这八人同李文亮一起 冠以事前诸葛亮的称号 这脸打得疼吗 在全国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这个时刻 我们并不想去抨击什么 也并不想去微博 去朋友圈开什么全网追悼会 因为他本不该离开 同样如果早早引起重视 也本不该有这么多人离我们而去 或者垂死挣扎中 生受训诫死受愚控 这是时代的悲剧 李文亮医生生前曾说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愿今天为李文亮医生之死拍案而起的年轻人 能做到鲁迅先生说的 愿我等青年从今以后都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 给大家普及一个美国的法案吧 名为吹哨人保护法案 如果李文亮生活在美国 他将是这个法案的最佳保护人选 这部法律鼓励公民通过参与到 旨在维护社会之争的行动中 有权以告密的方式进行检举 而这个告密人不仅不会收到指控 相反他以及他的家人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中国的法治制度虽然还没有先进完善到出现类似的规则 但是中国那些充满正义感的人民们 先行于中国的法律制度 用自身行动去践行了吹哨人保护法所要行使的权利 全网人民给手握大权的相关部门上了难忘的一刻 人民是什么 打开Google搜索的第一条 人民是创造历史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所有社会基本成员的总称 此时此刻在一线抗疫的是人民 在家中自我隔离的是人民 在社区维护疫情治安的是人民 在捐献物资的海外同胞是人民 各种慈善组织的志愿者是人民 自古以来人民从来都不恐慌真相 人民在意的是牺牲时也不知道真相 疫情持续发酵 我们依旧会遵守规定 配合政府抵御看不见的敌人 但是也希望这些管理者们应该相信我们足够的理智 足够分辨是非的能力 不必唯恐天下大乱 而使出这些控制舆论的手段 在这个时刻 共同面对 才能足够强大到消灭兵部